你也找事实 你强死多礼 你无力取诺 你 你看你的男朋友 怎么老听着别人的女朋友看呢 可能这好是眼神头上吧 伤点心吧 你不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你们俩认识 不认识 从来没有认识过 你们俩不是认识吗 你们俩见过呀 而且不止一次 见过也不代表认识啊 谁会认识这种人呢 那我们今天就认识认识 我听天天说 你控制于强盗简直就是个变态 和你在一起 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没自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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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过 一个娇生惯养的国际名校 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在校生 不在学校好好上学 跑到咖啡馆当服务员 没少给张浩添乱吗 没有没有 倒也没有 精神的富足 不是你拥有多少物质 不像你 被金钱绑架 庸俗 一个思想不成熟 行为幼稚的人 凭什么评价我的价值观 就凭我有自己 独立思考的能力 谁都不能剥夺我发生的权利 你捏造事实 你强词多理 你无力取闹 你 你 张浩是不是喜欢你 张浩前两天刚刚跟周天表白 还被拒绝了 怎么可能两天就喜欢上你了呢 这你不用管 小慧干什么 怎么回事啊 什么女朋友 我和周天那都是你们老一辈瞎想的 比他们俩没那意思 就更不能随便找一个凑合呀 你听听啊 教什么管养 中途休学去当服务生 这是一个正经孩子干的事 正常的人 是不会找控制狂做男朋友的 你居然找了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 那是 那是哪样 就觉得你实干是不是 把手提伤着 要不然他不会找这么一个 变态男朋友的 我跟你说 你们现在这叫五股截图 我希望你们呢 能迷途直返 悬崖勒马 不用在错误的路上 越走越远 我们前面搞查了一下 我们觉得 这个事 你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我看来还得咱俩出马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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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